5月25日,一项关于胶质母细胞流的最新成果在线,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开Metal Communications。 该研究由杜克大学奖习教授、范生子、零和冲世人,兼首席科学家银海教授主导,杜克大学及约翰和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,连同范生子科学家团队共同完成,研究数次发现了两种新的胶质母细胞流分子分型, 从而完成了Tapped IDHWTTRT,其动资野生型,IDH野生型,胶质母细胞流基因图谱的绘制,该突破性发现有案开发针对至此性脑肿流的反向聊法,令更多患者受益,图,成人弥漫性胶质流,整体分子分型中,胶质母细胞流的新基因样型,完成胶质母细胞流基因图谱的完整绘制, 作为脑胞质母细胞流分子分型研究的开拓者,2008年至2009年,严海教授团队集合作者首次发现了IDH12基因突变,在脑胶质流中的重要作用, 成果分别弹灯于科学和新英格兰医学大致。 2013年,他又发现TDRT起动子突变是多种常见肿瘤的关键缺动因素,可作为脑胶质流分子分型的,又以重要一句,成果刊登于PFAS。 后续,研究显示,IDH基因的突变和TDRT起动子的突变,可对大约80%的胶质流患者进行三次分型。 然而,仍有20%左右的胶质流患者无TDRT起动子,IDH突变和1P19Q缺失,而这类患者通常愈后最差。 这部发肿瘤被命名为TDRTIDHWT胶质母细胞瘤,或者叫做三元性胶质瘤,它们没有成熟的遗传生物标记物,也就无法通过客观的生物标记物进行分型。 在2018年发表的最新研究中,银海教授及其合作者首次通过群集因素测试绘绘制了TDRTIDHWT的基因符,除TDRTIDHWT胶质母细胞流体细胞编码改变的突变图符。 研究者发现,TDRTIDHWT胶质母细胞流,实际上由端粒维持相关的两个亚群组成,GFMBRCAL1的湿活突变导致的端粒延长,和TDRD上有染色体虫拍导致的端粒激活。 根据这两种新发现的端粒维持相关的机制,可以将TDRT肿瘤,分完两个分合亚群,及TDRT结构重排导致的端粒为阳性亚群。 IDHWT胶质母细胞流中,SMBRCAL1和ABRX的湿活性突变,以及TDRT上有的虫爬十分常见,并且与不同的端粒维持机制有关。 该项研究即发现IDH突变和TDRT系动子突变后,基本完成了胶质母细胞流基因突出的绘制。 基于这一发现,胶质母细胞流的分子分形判断标准将会进行更新,对肿粒分子机制的研究不仅是人类对疾病发生机制更深入的探索,同时可以转化到临床,为患者带来希望和复兴,正式在生子的使命和初衷。 另外,研究者在较年轻的TDRTIDHWT胶质母细胞流成年患者中发现,BREF基因存在高频突变,认为针对BREF V600EMEK的把三样物的使用提供了一句,但肿粒的逃逸和生存机制同样困扰着我们。 对此,严海教授表示,即使被锁定,肿粒细胞往往也会狡猾地进行伪装或变化,因此,研究这种逃逸和生存的机制,对于肿粒的药物研发却有重大意义。 而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肿瘤突变基因的信号通路,来探寻这些机制的原理,从而找到对付这种机制的办法。 专注癌症基因组学临床转化,在生子云及类颜海教授为核心的多学科互补的专家团队,自创立之初史中专注于癌症基因组学临床转化,在Nature Genetics,到世界著名全媒学术期刊,发表研究成果十余篇,其中在脑肿瘤领域包括,2017年,首次发现CDH23基因不仅是家族性学体流的遗传致病基因, 也是散发性水体流的遗感基因,结果发表了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,半生子成立以来,以洞察基因暴力,和发展技术创新为诊演典,致力于从癌症基因开始寻根溯源,从分子水平皆是肿瘤产生的根源,及其赖以发展的关键机制,以癌症分子研究为讲,半生子不断加速技术落地,在基因大航海中, 相机抛出联床转化的巨毛,2015年,半生子推出脑胶质瘤六线检测产品, 复盖了固子NCCN指南推荐的胶质瘤分子分心避件基因,2017年4月,脑肿瘤精准诊疗专用68基因Panel和国内首歌小儿随母细胞瘤分子分心检测产品上市, 2017年8月,半生子推出了用于脑肿瘤诊断的脑基因Panel检测产品,为液态活检领域再建立器, 2017年12月,半生子自主开发的生物芯片却读一GEMETROM3D注册号, 于协助准2017-240-0136货批上市,并重点在业绩活检领域开发出针对肺癌、乳腺癌、截脂肠麻、胃癌等的50多个位点检测LDT服务, 2018年,推出国内唯一货批,是用于胶质瘤的半生子IDHETRT基因检测试剂和, 为教治疗患者病理分型,提供重要参考信息, 内者是学术界享有声誉的国际综合性科学周刊, 以报道科学领域内的重大发现及重要突破为使命。 期刊等文章具有十分深刻的学术影响力、权威的专业科学地位,拥有广泛的读者群。 在为数众多的综合性科学期刊中,重点关注发表生物学、物理学等领域的高质量研究论文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